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脆爽 滑嫩 非常好吃的 那么酌是将整个的一个材料 把它喝着油的东西要切 切成很薄的片 喝着切成丝 那么把它放到开水里去烫熟了 就叫做酌 烫的时间通常不超过一分钟 都是看它一转熟就可以捞起来的 那么它跟北方的川很像 只是北方的川的菜 是连这个汤一起倒出来 一起吃 一起喝的 而酌不是 酌只是把锅里头烫过的材料 给它捞起来 放到碟子上酌 那么实际上 酌比川的菜时间还要短 酌它是必须要跟着一个材料 不是 调味料一起上酌 蘸的调味料来吃 这个是白酌的一般的方法 那么看这个材料来决定 这个酌料它是用什么汁 一般的海鲜类 好比说我们白酌的新鲜的干贝 那么多半的餐馆用的是虾酱 调稀的的 炒熟的的虾酱汁来蘸的吃 就更增加这个鲜辈的这个鲜味 像虾片也可以做 很多这个嫩的鲜美的海鲜的材料 你都可以拿来这样子做一下的 那么这个做的时候必须注意的 就是火要大 水要不断地横滚 才能够放下去 火小汤水滚的不是横滚的话 下去的这个材料 尤其是海鲜类会变得这个面面的 没有这个爽口的感觉了 那么这个白酌的时候 通常的这个火力要大 也就是说这个下去以后的 只有几秒钟就可以做好的东西也有 所以火力必须要很大 才能够保持这个材料的这个吹爽 很脆很爽的 那么因为它这个在锅里的这个白这个桌 就是煮的时间很短 所以这个刀工呢很重要 有的我们要切片或者是要切这个丝 那么你必须要这个厚薄均匀 而且为了加起来方便 大小长度都要均匀都要一样 千万不能够太大片 那么一筷子加下来再要去沾这个汁 如果是太长的 拖泥带水的很不方便 那么就要注意到这个刀工了 白酌的这个调味汁 我刚才说了有很多种 那么从明天开始呢 要给你介绍的一些菜里头 我们有的是用蚝油做这个主要的这个调味 有的是以这个酸泥来调这个带一点辣味的 在夏天非常开胃的这种酸泥的汁 也有的用这个麻辣味道的 是以这个拉油为主料的 那么我也觉得小孩子吃的话 某一些这个白酌的菜 你可以准备一些甜酸的糖醋的这个汁 也是很好的 那么还有像这个新鲜的活虾 白酌了以后 为了让它吃起来更有一点这个鲜味甜美 你可以少放一点这个芥末酱在里面 也是一般海鲜的 我现在在用的一种方法 当然了还要记得放一些辛香料 好比说葱姜末或者是香菜之类的 这也是不可缺少的 在放在这个酌料里头的 沾的这个料里头的 那么吃白酌的菜所需要的一些东西 那么希望您从明天开始来 继续连着收看我这个白酌的一些菜式 非常谢谢您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